这个定义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每个宗教的教主 当年创教的时候 有那么多人相信 有那么多人追随 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仔细去研究观察 发现那些教主 没有一个不是讲经说法的 全是教学 用现在的学术角度来看 他们都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 我们应该向教主修习 致力于恢复宗教教学 宗教教教育 是人性爱的教育 包括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 圣贤教育 这四种普世教育 今天宗教 为什么衰了 因为很多人 把宗教教育 忽略了 专门从事于祈祷 今天的人 相信科学 不相信祈祷 所以 所以往往 我读宗教是迷信 然而 现代社会 这是 这是现在社会 东乱的根源 所以我们希望 全世界的宗教 全世界的宗教 都回归教育 补上 有提倡 有提倡宗教教育 可以促使家庭 学校 社会 都恢复 伦理教育 爱邪归归正 端正 心念 如此 我们这个社会 就有救了 众生的劫难 决定可以化解 自古以来 世界上发生了 许多次 宗教斗争 与宗教战争 乃至今天 宗教冲突 还是世界的 主要难题之一 根本原因在那里 在于缺乏 互相沟通 或互相了解 所以 很容易产生 误解 由误解 就引导矛盾 静而产生 冲突 愈烟 愈烈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宗教之间 要时常往来 时常交流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 互足合作 如此一来 彼此熟悉 感情建立了 没有猜疑 没有矛盾 问题就化解了 所以一切误会 都没有了 我们希望 各个宗教 都能从经典上 揭露出 精华 三百六十句 或者 三百六十小段 帮助 生活繁忙的人 现代人 学习宗教 经典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彼此都能互相学习 对方的经典 大家都能真正看到 真理和智慧 确实是相通的 等等 你来说